今次很想介紹一批古董明信片 它是來自1885年 是澳門政府當時推出的一批明信片 這個地方大家覺得這裡像哪裡呢? 這裡就是南華大馬路的海景 當時的澳門很漂亮 然後這個就是聖安東尼爾園園 就是聖安多尼堂 如果看舊的明信片其實很好看 很多細節可以看到 例如這些三輪車 以前是當的士去接載客人 這個就是Barex & Port台 這是加斯蘭炮台 現在就未必再看到了 這裡是Central City & Harbour 這個就是來港碼頭的永濟船 以前用來接載客人來往內地 然後這個是Macao的Panorama全景 其實跟現在的很多矮矮小小的房屋 這個就是Macau Harbour 應該就是從山望下去的那個景 南華全景 這裡就是Green Island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這個 我看了很久 原來這裡是青州的景 看著是林茂堂 看出去的景 好不像 現在已經建了屋 然後這個是Macau Harbour 寫就是馬國的那個位置 很多船 然後這個如果大家看過 我之前的影片就介紹過 這個Macau Public Garden 就是南環花園 其實估計應該是加斯蘭的那個位置 那個公園位置 這個就是Post Office in Macau 其實都是南環的 不過我想當時100年前應該有酒店 所以這裡寫著Macau Hotel 這個了 China Town 大家覺得這裡是哪裡呢 都幾明顯的 就是福隆新界 好了 到最後就是我們的經典大三峰 很漂亮 100年前的大三峰 當時就叫Remains of St. Paul Cathedral 現在就很少叫Remains 現在多點叫Ruines 就是爛了 Ruines of St. Paul Church 很漂亮 這些Postcard 好了 然後再介紹另一個澳門的系列 喜歡我的系列 就like share和follow